一早一晚的秋凉 一天的假期一定要来天赋农博园转转 漫步大田之间 稻浪翻涌 美不胜收 用稻草编织而成的各类故景 更是为这个秋天装点的无尽头绪 拍照打卡三分钟出片 场景多到一个上午 根本拍不完 据说这些都是稻草艺术节的活动 稻草迷宫 稻草画展 稻田诗篇 直让人迎接不暇 中午可以到农博主展馆背后的商业后接 品尝风味品特的萌波美食 边逛边吃 去体验一场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 灯迷大连展 庆风收运动会 逛中华农购文明博物馆 根本停不下来 下午接着去逛青苗馆 听Live音乐会 观书画摄影飞鱼展 带小朋友参与主题会本分享会 还可登上24节气塔 观了整个农波岛的大田风光 除此之外 对血管也必须去体验一番 在数字技术中感受科幻的魅力 在班农林景区中 畅想延续生活 一天的时间好像真的不够晚 如果时间充裕 并留宿心经 第二天 接着玩 这么好玩的心经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中秋的和家团聚 国庆的喜乐欢庆 所有的期待都在天赋龙国园 一对线 京城秋日的思雨 正等于踏秋而来 侧耳倾听 旧观众 旧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